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行驻之地的第二部 影片也开场 上一部影片中的小帅哥铁锤已经长大 并且跟那位会射箭的女孩金发面结了婚 还生了个闺女 老婆孩子热炕头 铁锤的心里高兴 可她高兴了太早了 一个升级版的女吸血鬼出现 带着一帮兄弟会的人和一些老型号的吸血鬼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偷袭了人类的驻地心意电源 并且把铁锤的老婆闺女全给杀了 一夜之间成了单身狗 铁锤这死的心都用 为了替老婆孩子报仇 铁锤拿着武器带着干粮上路 这个被称作母亲的女吸血鬼 不仅法力强大而且性格手辣 被兄弟会那帮孙子奉为圣武救世主 铁锤很清楚自己几心几两 她知道就凭自己这两下子 跟吸血鬼对着干 那等于就是送盒饭 于是她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师父胡子书 胡子书可是老江湖了 什么僵尸丧尸吸血鬼通通都白给 可胡子书自打上一部影片的末尾 不辞而别之后就人间蒸华了 现如今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 因此这铁锤也没个方向 就是满世界瞎求转 这一路上铁锤可遭了大罪 不仅是风餐露宿而且还没地入 天当被地当床 整天都犯低血堂 除了师和远方穷的是鼎鼎光荡 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有各把丧尸吸血鬼 跳出来给她添嘴 话说这一天铁锤来到了一荒芜人烟的小镇 当她正瞎学末的时候 撞见了慈祥的张大爷和李他妈两口子 老两口热情地款待了铁锤 这让铁锤心里觉得热乎乎 心想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 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张大爷和李他妈 居然在她的饭里下了蒙汗药了 紧接着李他妈拿着刀 嗷嗷一嗓子就扑向了铁锤 张大爷举起了列枪 幸亏铁锤是男一号 不然真就交了饭票 转过天铁锤来到一商店 打听胡子书的消息 在店老板的指引下 铁锤前往一个人类的封锁区 可世道太险恶了 傻白甜的铁锤再一次落入了别人的圈套 并且逼着他跟一个拳手决斗 铁锤仔细一看可高兴快了 心想这真是踏破铁鞋 吴秘书得来全部非功夫 原来准备跟他决斗的这位 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师父胡子书 胡子书刚开始没认住铁锤 一上来就下了死手 可把铁锤做得不清了 不过胡子书很快就把铁锤认出来 然后这哥们很轻松的 就把顶头那个大图表给干掉 树倒胡存散 现场顿时日一片大乱 胡子书抱起 被兄弟会催彩得不成人样的小甜甜 虚晃一招仨子流了 听了铁锤悲彩的经历 胡子书是一阵阵的干探 看见面前这位父母双亡 又失去了老婆孩子的年轻人 他觉得导演和编剧才是最混蛋 那么这位被胡子书救回来的小甜甜 又是什么情况 原来这个小甜甜是个野孩子 从小不是人间烟火 吃野果饮山泉 绿色无染春天然的 说白了就是一傻白甜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兄弟会的人突然杀到 身怀绝技的胡子书又被人家给豁住 哎呀 咱也不知道这胡子书咋想 在乱军之中都能杀出一条血路 可为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抓 难不成是为了打入敌人的内部 到了后文言 被绑在木柜上的胡子书 遭到了吸血鬼们的袭击 胡子书临危不乱 在被五花大绑的情况下 七里咔嚓把几个吸血鬼全给杀了 虽然自己也受了点伤 但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胡子书之前那几次 都是被人故意给豁住的 至于什么目的 个人觉得就是纯粹为了找刺激 兄弟会的小头目 炮灰书由于办事不利 被胡子书一跑 女吸血鬼一怒之下 就把炮灰书嚼巴嚼巴一样 铁锤和胡子书 还有小甜甜正赶路的时候 遭遇了几个兄弟会的人 铁锤和胡子书师徒俩 一静一动配合他是天一无缝 很快就把鸡贼哥给豁住了 鸡贼哥显得一脸的无辜 说自己都是被逼的 年少无知侮辱企图 请求再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铁锤等人继续往前走 没过多久就遭遇了 人类抵抗组织的王德白 胡子书和王德白可是老书人 王德白说 你个老不死的命真大 怎么还没挂 随后铁锤等人跟着王德白 来到了封锁区 经过授医老抽书的治疗 胡子书终于捡了一条命 这位吸血鬼猎人 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梦 原来那个升级版的女吸血鬼 跟他有仇 在不久之前 胡子书不仅杀了女吸血鬼的孩子 还把女吸血鬼的眼睛给射下了 通过王德白的介绍铁锤才知道 原来胡子书在上一部影片中 离开了之后 没过多久就娶妻生子了 但好景不长 胡子书的老婆孩子 后来也被吸血鬼给杀了 跟他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来说说那位被俘虏的鸡贼哥 这孙子看上去挺老实 其实是一肚子的坏水 为了能逃出去 他利用阴谋诡计 把看管他的龙套妹骗几了 杀了龙套妹之后 这孙子趁着月黑风高杂子高 然后很快就向兄弟会的人做了汇报 王德白来到牢房一看 马上就意识到大事不描 果不其然的 封锁区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 女吸血鬼带着手下乌羊乌羊的就杀到 不过他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玩命 而是要探探封锁区的叙事 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待 虽然王德白在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中 损失了几个人 但幸运的是 又把鸡贼哥给豁住了 在审讯鸡贼哥的过程中 胡子书说出了真相 胡子书说 那女吸血鬼是个新品种 已经会生孩子了 他来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我报仇 而他之所以杀了铁锤的老婆孩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铁锤紧我健身 铁锤一听 这心里顿时窜上一股闲火 上去就把鸡贼哥给宰 为了避免伤机无辜 在大战来临之前 王德白把一些老弱病残 全给转移了 到了晚上 女吸血鬼带着手下 气势汹汹的杀刀 不愧是新型号的吸血鬼 坏主意就是多 为了便于作战 他首先把王德白的 发电机给炸掉 黑股隆肚啊 正常人算是啥也看不通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 鸡飞狗跳的混战 女吸血鬼刚开始挺好 把胡子书揍得是鼻子那种 可当胡子书和铁锤 尸团人一连起手 女吸血鬼扛不住 被铁锤淒里咔嚓一啥 王德白和兽医老抽出 一看也逃不出去了 索性把心一横 引爆炸弹和吸血鬼们 一起领了核案 影片的最后 胡子书和铁锤再次分脑扬镳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行吗 吸血鬼也不容易 整天还走净手起 为了吃口热乎的 搞不好就嗝他屁了